哈嘞好我是萌萌萌萌本期视频呢咱们来测评一下市面上的各种罗兜 我的面前呢摆了很多吧咱们一样一样的介绍吧首先这一把啊也相当于是最小款了我们这边能买到的最小款 这个呢不是夜光的哈看着是有点像夜光的它不是夜光的 第二个这个呢应该叫做香蕉刀吧你们看 它是一个香蕉的造型 然后甩出来是这样子的 接着看一下这一把啊这一把呢是蝴蝶萌萌刀 这个呢是胡萝卜这个是夜光款哦 你们看在这个黑夜中它这个的夜光效果还是挺炫酷的呀 还有一款呢我在这个黑夜里面展示呀这个呢是闪光款 这上面呢还印了奥特曼的这个抖动它呢就可以发出这种耀眼的光还是可以的 这个呢非常适合在这种黑夜地方玩那接着就是这一款这一款呢是金属萝卜刀金属的质感很沉 那这个金属萝卜刀呢好像是最近才出现的嘛 因为它是金属的质感所以说具有一定的杀伤力啊 接着下面一个这个小伯爷能猜到吗 这个是指尖头萝卜刀 它这个需要把这个掰出去它这个刀刃呢才会弹出来 这个呢还是挺不错的 接着这一款这款呢是萝卜酥呀 它不仅可以这样甩着玩耍啊 还有一个用途就是输一输头发 接着就是这一款那这款呢是普通萝卜刀的特大版本 也是非常沉的 因为它比较沉呀 把玩起来呢也比较的不是很方便呀 然后最后一款这个呢是前两天我在网上买的呀 已经到货了 就是这一个巨无把萝卜刀 非常的沉 然后把玩起来也是非常的迟钝呀 非常的笨重 感觉就是中看不中用啊 那我今天测评的这些萝卜刀呢 也是我和我小子他们开的店里面有卖的呀 这些萝卜刀中你们见过几把呢 让我在这些萝卜刀里面选择一把我最喜欢的 那我应该会选择 这一个吧 因为呢它的大小呢刚好握在手上呢 这个尺寸这些也比较的合适呀 本来呢我是想选择这个巨无把萝卜刀的 但是它这个太笨重了呀 那评测完都不到 咱们来拆几包最新版的奇迹版吧 看下能拆出什么好卡啊 第一包 SR 这一包中了一张LGR卡 尼奥斯奥特曼 运气还可以 看看这一包 SR 这一包 哎 一张OR卡 特拉菲扎 今天拆考的运气可以啊 哇塞 又是一张SSR签名卡 高斯奥特曼 越生心态 如果能送一张紫鸡屁那就好了呀 又是一张SSR卡 签名 西卡利奥特曼 看看这一包 SR 还有一包 看一下 SR 拉弟弟小子 你们的国庆假期就要结束了呀 开不开心啊 我看到他们的表情应该是非常开心嘛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